先准备100克糖啊 这强迫症我得给它 OK 白糖倒到这个小锅里 再倒40毫升的水 把它烧开 中间呢不需要搅拌了 要等它慢慢的糖变成焦糖色的时候 再加奶油 现在呢就熬成这个焦糖色了 这个时候呢就关火 奶油 搅拌 不停的搅拌 关火以后要趁着它还是液体的时候 快速的搅拌 等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它就立马就凝固了 尝一下 我刚才的这个已经都拔丝了 好像好像那个糖葫芦 好吃耶 就是像那个焦糖布丁上面的那层焦糖 稍微呢在这个里面再放一点盐 调一下味 用处可以很多啊 做甜点啊 包括抹面包什么的 刚才去烤了一个面包 我的太香了 我现在忍不住了 冰箱要是再放一会儿 会再稠一点 嗯 我还很少直接拿焦糖这么直接 抹面包这样吃 所以最好用本身就不太甜的面包 配这个焦糖会更好 因为这个焦糖已经很甜了 全麦会砸凉的硬一点的 我觉得可能更好 它很好吃的 太好吃了 要给你给大家 OK 非常香 现在还有点时间去准备一下 合套酥吧 刚才播了那么半天 把它没用掉